A唇 A唇其實在保養品上面 常常會被放在抗老的品項裡面 因為A唇 Retinol 其實是可以幫你一些平腐細紋 就是讓皺紋比較不明顯 很多人都忽略了 其實A唇還可以細緻毛細孔 第一瓶我要介紹這個 其實已經紅了十幾年的 滋生糖的除皺化妝水 擠出來還蠻特別的 就是有點鵝黃色的凝露 它裡面其實仔細一看 裡面有一顆一顆很小的微脂囊 它微脂囊就包覆著維他命A 因為維他命A比較不穩定 所以它就用微脂囊包覆它 所以你一擦上它你就會感覺到 裡面其實有一小顆一小顆很細很細的精球破掉 它一破掉就是把這個維他命A釋放出來 其實你擦久之後啊 你的皮膚會變得比較亮 就是毛細孔也會比較不明顯 第二瓶啊是這個Evlon的這個化妝水 它其實標榜的也是除皺化妝水 那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前導液的概念 我自己啊其實是比較喜歡把它用來濕敷 因為像我們這種油痘機啊 如果在天氣很熱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發現有很多 所以毛細孔就會變得比較大 那如果你用這一瓶化妝水來濕敷 濕敷完之後啊毛細孔真的會看起來比較小 因為它裡面也是有很多A唇的成分 然後呢你的毛細孔變得比較小 而且皮膚會變得比較澎潤水感 所以自然毛細孔就變得比較細緻 第三個啊就是打放的這個A唇的膠囊 打放就把它包裝在這個天然紅棗做的一個膠囊 所以擠出來啊它其實就是一個油脂的質地 所以一邊可以幫你做一個新陳代謝的換膚 一邊又可以有一些植物精油的保養 你在按摩皮膚的時候啊其實就蠻舒服的 那其實使用久之後你的皮膚也會很光滑很柔潤 毛細孔就變得比較細緻 第四個啊就是這個伊莉莎白亞頓的這個 玫瑰金的膠囊 因為它們也是膠囊的十足 它裡面也放了很精唇的A唇在裡面 就是擠出來啊它裡面不是像剛剛那個油 是有一點點霧面的凝露狀 你看其實黃色的凝露它比較感覺比較扎實 那它塗開來啊是有一點霧面滑順的質地 然後呢它其實暱稱是肌膚的橡皮擦 你擦完之後啊你的一些臉上的一些細紋啊 還有一些皺紋就瞬間感覺被隱形了 最後這一瓶啊是Rodeo的這個A唇的金露 我稱為末路重生的金露 因為啊很多人在使用保養品常會覺得說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就無感啦 或者是皮膚根本都沒有什麼感覺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這一瓶 因為它這裡面加了 百分之濃度有10%的A唇的效果 那它其實裡面啊是一個水液態的質地 其實很好肌膚上很好吸收 雖然是水液感可是擦起來其實是 肌膚是有一點點水水潤潤滑滑的感覺 那擦完之後啊你的皮膚的角質代謝會很正常 所以自然毛細孔就會變得比較細緻了